中国茶艺经典电视教学片 中国茶艺经典电视教学 中国茶艺经典电视教学 是茶艺的灵魂 现今社会 茶艺的兴起 应该说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需要 和人类精神的需要 我们这部电视教学片 也是为了更好的 弘扬祖国的传统茶文化 和推广茶文化 培养更多的从业的茶艺人员 以及更好的指导生活当中的茶艺爱好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这一集的电视片当中 我们先来讲讲绿茶 绿茶在我国的茶叶产量当中 是产量最多 产地最广 品质最佳的一类茶叶 茶叶的产量 占我国茶叶总产量的70%左右 它属于不发酵的茶类 不发酵的茶类当中 除了绿茶之外呢 还有黄茶和白茶 绿茶的品质特点 是汤清月绿滋味鲜爽 每次呢 我们到每年的春天的时候 都能品上一杯鲜爽的绿茶 也就是说绿茶以春天的为最好 每每看到一杯绿茶 在玻璃杯中的茶舞的时候 我们就仿佛在享受整个一个春天 摆在前面呢 这六种呢 是比较有代表性的绿茶 黄茶和白茶 这是浙江的西湖龙景 江苏无限太湖的碧螺春 安徽黄山的茅峰 雀蛇 湖南越洋的金山淫珍 浙江的安吉白茶 我们都知道品茶可以尽心 那么我们泡茶呢 也需要一个好的氛围 比如说我们的茶具 茶桌 茶盘 都要随时保持整洁 整齐 我们在泡任何茶之前 都要先温杯节制 我们在用水助杯的时候呢 一般都要从杯底留下杯底 这样用茶叶能充分地吸收水的温度和湿度 在所有动作当中 都要有一个环道的动作 这也是由外往里来动作 表示欢容的意思 绿茶的基本泡法 绿茶的基本泡法 这些基本泡法呢 有上头法 中头法 和下头法 这是碧楼春 一般我们采用上头法 因为上头法的茶呢 它是紧接溺时 溺下沉 所以呢 碧楼春在对茶当中 也是属于比较特殊的一个方法 经常采用上头法的泡 清香水 清香水 注到杯中七分满 喝三大五克 入杯 这就是一杯 这就是一杯 碧楼春的上头法的泡茶方法 中头法的泡茶方法呢 使鲜江水 至杯中三分之一 对 感谢观看